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区块链数据分析公司的最新报告显示 美国投资者去年在比特币交易上收益达到41亿美元 位于全球之首 美国国税局局长于8号向国会建议 加强对数字货币的监管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从7号开始进行上任后的首次海外访问 他在当天抵达首站威迪玛拉与总统贾马泰举行会晤 并在会后的发布会上强烈劝告威迪玛拉民众 不要冒险北上美国 哈里斯指出前往美国的非法移民 往往是由于生活环境恶劣而被迫离开家园 他强调 两国的领导人应该采取行动改善威迪玛拉人民的生活条件 哈里斯还表示 美国司法部门将组建工作小组 联合威迪玛拉检察部门 打击人口走私等腐败现象 哈里斯在会上还承诺将会向威迪玛拉提供50万剂新冠疫苗 司法部官员表示 美国最大的燃油管道营运商科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 被黑客勒索的案件 已经成功追回230万美元的赎金 副司法部长穆纳科指出 科洛尼尔管道在5月份向黑客组织黑暗面支付440万美元的赎金 相当于75个比特币 而执法单位在5月底追查到一个与勒索案件相关的电子钱包 成功冻结了63.7个比特币 以比特币的数量计是属款的八成半 但是由于比特币价格大跌以美元计算 追回的比特币价值只有230万美元 只是略多于原有赎金的一半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表示 正在调查近期被散户炒热的股份 是否涉及操纵市场和其他的不当行为 证交会发表声明指出 由于个别股份的持续波动 证交会的工作人员将继续监控市场 以确定是否存在市场中操纵交易或其他的不当行为 声明指出 如果发现存在违反联邦证券法的行为 将采取行动保护散户投资者的权益 电影院运营商AMC股价在五月份上升超过八成后 本月以来更曾经再涨超过一倍 引发监管机构的忧虑 证交会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也调查交易员 有否借助网上讨论区引诱投资者追入电子游戏零售商 Gamestop股份 美国经济从疫情中迅速复苏之际 在四月份正在招聘的职位空缺数量达到创纪录的930万个 与三月份统计的830万个岗位相比 四月份空缺职位数量飙升了12% 根据周二上午公布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率调查 雇主四月份新招聘了610万名员工 较三月份增长1% 这表明职位出现空缺的速度超过了公司招聘的速度 当前儿童保育问题对新冠疫情的持续担忧 以及增加的失业福利 使雇主难以填满空缺的职位 联储会正在密切关注这一数据 以寻找就业市场疲软的迹象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加州一度曾是全美新冠疫情的热点地区 但是根据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加州目前是全美新冠病毒社区传播水平最低的两个州之一 当一个州连续7天新增确诊病例率少于总人口数的万分之一 并且阳性检测结果的比例低于5%的时候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将其定义为低传播标准 联邦数据显示 在全美所有50个州中 只有加州和佛蒙特州符合这两项要求 截至周一 加州每10万人口中的7天新增病例比例为11 检测阳性率为0.7% 一个多月以来 加州一直是新冠病毒新增病例比例最低的州之一 在过去的一周 加州平均每天报告约900例新增病例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最新疫情数据报告显示 今年春天因为感染新冠病毒住院的年轻人人数有所增加 疾控中心主任瓦伦斯基再次呼吁12到17岁的群体接种新冠疫苗 根据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 在今年的头三个月 因为新冠住院的204名青少年中 接近三分之一需要进重症监护室治疗 4.9%需要使用呼吸机 研究人员表示 近期12到17岁人群住院率的上升 可能与新冠病毒变种蔓延 大量儿童返校室内活动的增加 以及防疫措施的防松有关 瓦伦斯基强调 未接种的年轻人仍然建议继续佩戴口罩 并且采取预防措施保护自己和他人 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于周二在新冠疫情简报会上指出 当前防疫的重点是防止首次在印度发现的Delta变种的病毒毒株在美国广泛蔓延 根据福奇介绍 在美国Delta变种占新病例的6%左右 而实际数字可能会更高 且这一变种病毒在12到20岁的人群中传播达到了高峰 Delta变种于去年10月份首次被发现 目前已经扩散到至少62个国家 并且已经在英国成为主要的病毒毒株 福奇指出 这种变种的传染性更强 且可能使患者面临有更高的住院风险 因此呼吁更多的人尽快完成疫苗的接种 根据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显示 辉瑞的两剂疫苗对Delta变种的有效性为88% 距离总统拜登定下的在独立日前 实现为70%的成年人接种新冠疫苗的目标日期越来越近 但是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于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目前全美只有13个州实现了这一目标 包括加州、华盛顿州、马里兰州、马萨诸塞州、新泽西州、冰州等等 目前有超过1.7亿人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 占全美总人口的51.6% 而已经完全接种的人将近1.4亿 占总人口的42.1% 分析预计按照目前每天约接种100万剂新冠疫苗的接种速度来看 到了7月4号 全美接种1剂新冠疫苗的成年人大约为67% 到了7月底才能实现总统拜登的目标 在南加州澳兰治县 警方于6号逮捕了两名男女 两人涉嫌上个月在公路上开枪 导致一名6岁男童重担身亡 当地执法部门指出警方的监视、调查和公众举报 在逮捕嫌犯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嫌犯所驾驶车辆型号较为特殊 成为此次破案的关键性因素 两名嫌犯将于8号下午首次过堂 警方表示在被害男孩出病当天 两名嫌疑人在加州科斯塔梅萨市的家中被捕 二人是情侣 他们将面临谋杀指控 截至上周 此案包括县政府等单位共同集资的悬赏 已经从最初的5万增加到50万美元 在上个月21号的早上 男孩的母亲开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 因为嫌疑人超车发生冲突 嫌疑人开枪导致6岁的男孩被子弹击中身亡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凤凰美洲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